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 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 愣言一千日 第四百零二日 主题 欲不断杀难解脱 经文 事故阿难 若不断杀修禅定者 譬如友人 自赦其耳 高声大叫 求人不稳 此等名为 欲引迷路 清静彼丘 集诸菩萨 与其入行 不踏生草 放以手拔 云合大悲 取诸众生 血肉充实 萧文 一 禅定 禅与定 皆为令心专注于一对象 而达到不散乱的状态 二 欲引迷路 越想隐藏却越曝露出来 三 奇路 山路高低不平 以上萧文致辞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这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论言1000日第402日 我们要来继续谈修行三决定义 戒 定 慧当中的戒 在戒律的这个修行法门当中呢 佛陀他给了四个方向 叫做四种清净明慧 这其中呢 第二个叫做戒杀 杀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 轮回的根本 所以佛陀讲 阿南如果一切众生能够不杀 就不会再轮回 就不随其生死相续 那一个修行的人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解脱生死 如果杀心不除 而去修禅定智慧 那一定会落入神道 不管是大利鬼还是地形罗刹 这些独众也是很多成千上万 那每一个都觉得自己是修到最高无上道 因为有神通啊 就以为自己很厉害 但是呢 充其量他还是神道 那这些神道呢 就会有一种问题 就是他一直以为自己修的是菩提路 这是太笨了 这个智慧不够啊 就不知道自己是走错路 学的佛才知道 我原来呢 以前听信的这个 是鬼神的言辞 那尤其是这个时代啊 这灭度 佛陀灭度之后末法之中 就有很多这样子的言论 乃至于这种观念 赤圣世间 都是鬼神的言论啊 那他说什么 哎 食肉是得菩提路啊 那佛陀说 其实啊 在当时 很多地方啊 尤其是婆罗门地啊 是环境很恶劣啊 很多地方都是杀食炒菜不生啊 像在沙漠里面 你这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吃啊 所以那时候呢 只要能够活啊 那就就是把它当成是续命的啊 假设是肉啊 这个比丘呢 吃的是五金肉 这些五金肉啊 都是佛陀神力化身 我们前面谈过 五金肉其实根本就是 不是我们平常吃的啊 平常吃的呢 就是不敬肉啦 那基本上呢 要能够清净啊 那是佛陀的慈悲 因为这个环境太恶劣了 没得吃 那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呢 是可以选择 那就没有理由 不吃素 那佛陀说啊 这个我以大悲神力所加 所以它是假的 假的肉 但是呢 因为当时比丘是有吃啊 所以啊 如来灭肚之后 大家就说 佛陀也没有特别规定 大家不能吃 所以就以为这是正常的 而且还以为是正确的 因为佛陀都这样嘛 那我们也要吃这样 但是事实上呢 在楞严经里面呢 佛陀就明文就讲清楚了 其实这是违背慈悲的哦 因为呢 食众生肉啊 它是一定是结了恶缘嘛 如等当之是食肉人啊 就是不要去断婚心之人呢 其实他的心呢 其实是跟鬼神大罗叉相应的 纵使他已经修得很好 好像呢 开悟了 或者是正到阿罗汉 不是正到阿罗汉 正到三摩地 有这个禅定力 有神通啊 他一定是成必成 生死苦海 他就没有办法正到他想要正的阿罗汉的境界 他是罗叉 虽然都有罗 可是差别很大 一个是会轮回的 一个是解脱的 那差别就是 你的这个杀业一定要能够断除 否则啊 就枉费 你好像来修行 结果跟错对了 因为他不是佛陀的言论 也不是佛陀允许大家吃 所以非佛弟子 如是之人 相杀 相吞 相食 未以 云和世人 得出三界 因此呢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特别把它立为第二个决定清净明慧 而且这不是只有佛陀自己说 是过去佛都是如此说 你不管身在哪个时代 你学习的佛法都是如此 你到东方世界呢 或者是到西方世界 通通都是如此 只要是佛的言论 就是要我们解脱 要慈悲 所以这个杀生 是放诸四海而皆准 事故阿难 若不断杀 修禅定者 譬如有人自塞其耳 高声大叫 求人不闻 此等名为欲以迷路 这个事情是很明白的啦 因为连一般没有学佛的人都知道 只要是出家人 你如果出现在羊肉炉滩 那人家一看就不会说这是正常的 就知道这个师父是破戒的嘛 那也不要说 因为我有跟佛陀报告过啦 或是我修的是藏传的啦 我们这一派没有要吃素 那这叫做欲盖弥彰 欲饮迷路 但凡有人是知道你是修行人 你就绝对就是不用是自打嘴巴 想吃或者是爱吃 那就都是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修行 有没有 佛陀有没有规定 所以佛陀就讲啊 不断杀 然后呢 你就去修这个禅定啊 修智慧啊 就好像有人把耳朵塞起来 然后呢 诶 听不到听不到 然后很大声在那边叫 然后叫人家不要听 其实是自己听不到 别人怎么有可能听不到呢 就是叫做欲盖弥彰 欲饮迷路啦 这个行为呢 是昭然若揭的 那我们自己就要很有警惕 那这个地方呢 佛陀就举了一个例子 真正修清静形的比丘 他的身心是很清静 而且呢 是很慈悲 所以清静比丘及诸菩萨 于其路行 不踏生草 旷以守拔 这里就是说 诶 我们今天呢 在走路的时候 都走在没有草的地方啊 那你会不会故意要去踩那个草呢 不会 因为这个草啊 是鬼神村 而且呢 里面也有众生啊 那如果我们去踩它呢 也就会受伤 是众生会受伤 第二个草会受伤 所以佛陀就规定啊 我们不要去任意的践踏草皮 这个就是我们小学啊 就已经在这个校规里面就讲 不要随便剪它草皮 在公园里面呢 不要去拔这个草木 不要去随便去破坏 那这个地方呢 佛陀他也是很 这个非常严格 连草都不要拔 然后乃至于生草也不要去踩 为什么这么严格 因为这就是慈悲嘛 你不是只有慈悲这个活人 不是只有慈悲同类 也不是只有慈悲动物 连植物我们都不伤害 连这个地球我们都很爱护 这个才是真正推极吉人 而且是很宽广的 那这里呢 有一个故事啊 是很有趣 叫做草系比丘 在一切有部 里面呢 曾经有一个这个记载 佛陀在释罗伐城 那时候呢 有很多比丘 这里讲庇除 庇除就是比丘 他在这个国家呢 游行人间 结果 就被贼抓到了 那贼人其实 也是就是要逃跑 逃跑的路上 就被这个比丘撞见了 那这贼呢 就 哇糟糕了 我正在躲官兵 那我现在如果把这个比丘呢 放走 放走呢 那他们如果去报官 我们就曝光了 所以呢 这些贼啊 就说 诶 这个要怎样 人等今可敬诸比丘 就是要把他们杀掉 要杀人灭口 免得呢 他们去报官 结果这其中呢 这些贼啊 有一个是曾经 以前在寺庙里面 跟比丘很熟 相近住人 就是在寺庙进出啊 人家不知道为什么 堕落成贼人啊 结果呢 这个因为很熟 所以知道 比丘有持戒 而且呢 这比丘持的是非常好的戒 就是很亲近的戒法 所以他就跟同伴讲说 何劳杀子 我们不用杀他啦 你只要怎样 应以连根茅草可及福之 就是呢 把那个地上长的那个茅啊 香茅的那个茅草啊 我们长得很长很长的茅草 就拿这个茅草把它绑住 而且绑得紧紧的 那他就不敢动哦 他就让他怎样 自己渴了 饿了 然后自己死啦 你这样子不要杀他 所以令其饥渴自饿而死 那结果所有的这个贼也是很有趣 他竟然相信的 使彼群贼 即以茅草扶诸彼丘弃之而去 如果是现在呢 所有的法师啊 在那个贼跑掉的时候 就直接就挣脱了 赶快去报官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厉害 这个法师真的就非常非常的庄严的坐在那边 坐以待毙 就是他们他们就是真的一点一动一动都不敢动 结果呢 哎 就坐在那边 从早上坐到晚上就饿得要命 然后奄奄一息 结果这些比丘都不敢动 那这时候呢 这个当地的国王 就是出来打猎 就遇到了 哎 他就看到一群什么东西 然后细细酥酥 所以他就问说 哎 难道是鹿啊 或者是熊啊 结果呢 这个旁边的侍从啊 就跑去看 就一看到一群比丘 就问说 你们是谁 你们是什么 他说我们是出家人 那是哪一种出家人 我们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是释迦子 何为助子 你们为什么待在这里啊 他说 因为我们被贼绑起来了 然后呢 他就说 那你是用什么绑 他说 用草绑起来 曰生草 那王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 这么简单 这个 你们有这么没力气吗 为什么不要直接就把他拔掉 那结果呢 回答说 世尊啊 为我制其学处 就是制定一个戒律啦 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若父必除 坏生草木 得 波易提家 就是其实就是戒律其中的一个 就是有犯戒这样 那所以我们大家就很乖的坐在这边 不敢犯戒 结果王呢 听的是很感动 就赶快下来 亲自帮他们解放 然后呢 每一个都供养三一 所以这就是草细比丘的故事 那佛陀就讲啊 你看 这个亲近比丘 连草都不敢伤害 更何况 你说你是大悲心的人 结果呢 大口吃肉这样 你就看到众生呢 这么痛苦 那你就忍心吃他 只是为了要让自己可以饱足 所以呢 他讲 云和大悲取诸众生 血肉充食 你这样子还说得过去吗 所以根本就是违背你的慈悲心 所以呢 这里啊 佛陀其实一直是 直接了当就讲 你就是一定是不要伤害众生 那最简单的就是要发心吃素 好 那这是以上呢 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 这一组有没有要分享 或者是要提问 各位师父 师兄好 我有一个问题 请教师父 向某宗教主张 吃蛋是素食 那植物种子为人们所食用 草木长大后又被灾取或砍滑 有人们使用等等 在物质世界的人类认为是资源的应用 依佛法认为草木皆有生命 万物皆有灵性 灾取是杀生 那我们应该如何判定 杀生定义 是以思维的方式或实际行动来认定 用何种方式去排除才能断杀生 请师父 慈悲开示 谢谢 好 谢谢 那这边呢 提到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蛋的问题 基本上呢 这个蛋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蛋呢 或者是种子 或者是这个卵 它通通都是有生命的 因为虽然有的人说 现在这个蛋呢 很多都是没有受精 那它不成型 事实上呢 其实 这是认定的问题 对于肌来讲 它那个就是它的孩子 那不管是不是有 有可能成型 那就像我们说 我们怀孕了 怀孕了之后呢 在什么前面几周啊 还不成型的时候 算是可以堕胎 有的 这个美国有的地方呢 是有些州是不认定它为人 它还没有长出一个样子 可是你问问看呢 这个如果是堕胎的妇女 她还是知道那是她的孩子 纵使她不成型 所以其实是一个灵魂意识的概念 那甚至于呢 有的蛋啊 在还没有孵化成的时候 已经有意识心 就是有这个灵魂 有阿赖也是有入住的 因为它准备要当一只鸡了 那这个是其实就还可以再讨论 但是基本上 只要你认为它是蛋 那它就是属于有生命的这个类别 那至于有的人会说 这是素食啊 那是她认定的问题 那有的呢 也会说 因为营养啊 也就要吃 那最近呢 也是在缺蛋 所以干脆顺便不要吃 也没有关系 那这个其实就是可吃或不可吃 那你就是去想你的心 如果要为了一个蛋 然后在那边 只能挣扎 你只要有挣扎 那你就可以不要吃 那这样子会更没有挂碍 所以不要争论 那第二个呢 再讲的是素食 就是譬如说 这里讲的不太生草 那我们也是吃植物啊 那植物也是生病啊 那这边呢 讲到的是植物跟动物的差别 在于有没有阿赖也是 所以呢 植物它是生机 那动物它是生命 那动物呢 如果杀了 它不会再长啊 譬如说你的手 拆掉了 就是断掉了 断掉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接起来 它不会再长出来 那植物呢 你把这个树拔掉 它还会再长 而且有的花 它得要能够结果子 果子要摘 它才会明年再又去生出更多 所以呢 其实它是一个一直不断的 增生的一种情况 它是一个生命的现象 生机啦 但是不是说 它有一个灵魂意识 是它是会流血的 或者是它会死 不是 那个所谓的这个植物呢 它不是属于六道轮回当中的一道 它是我们的一报 对于鬼神来讲 那是他家 对于树来讲 对于树来讲 我们是被众生 这个树是被众生 依附在上面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佛陀他讲的是不太生草 不是因为他是荤食 或者是他是杀生 而是一种爱护慈悲 不要随便的去杀害 或者是破坏环境 所以这个是慈悲 又更慈悲 最慈悲的菩萨呢 是采地唯恐地痛 不是地真的会痛 是他的这种慈悲心 所以爱护一切的万物 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这边呢是要强调说 都可以这么慈悲了 是对草这么慈悲 对东西这么爱护 有很多人真的啊 自己的家里面 自己的东西呢 舍不得啊 让他碰了一个小洞 那可是呢 你却对于一切众生的生命 这么任意的糟蹋 所以说不过去 那这个事实上呢 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还有你的认知 你认不认为他是生命 你有没有尊重他 但是最极致的当然就是 物我一如啦 就是我的心呢 跟众生的心 还有万物是一体的 那这就是更高的境界 到这个阶段呢 菩萨是绝对不会有任何伤害众生的行为 所以在经典里面就讲啊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 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走路 因为走路都会踩到 动物 或者是会伤害到生草 那怎么办 那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清静 在经典当中讲啊 出国的圣人 走路就已经离地 三寸的 意思就是他不会有杀生的缘 他不会有这个缘出现 那我们自己就要相信啊 如果的发心是持戒清静 你自然那些杀害的缘 他会远离 那只是你相不相信 还是说没办法 因为我一定要杀 所以我不能受戒 这个是倒果为因啊 你如果不起杀心 就不会有杀的因缘 即使杀的因缘现前 你也不会进行杀的业 那他就会避免掉杀的业 他就不会有结果 那如果呢 你是因为这个结果 我必须要杀 而不去戒杀 那你就是促成自己的这个杀的结果 让他发生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在讨论你是什么想法 你是什么动机 我们可以避免 我们就尽量避免 而不是去找那个无法避免的 来阻止自己持清境界 是这样子 好谢谢 谢谢师父开示 师父阿弥陀佛 我是英童 那弟子这边有一个问题 要请问师父 那就是关于刚刚师父 在分享这个草系比丘 这个部分 那草系比丘 他是因为身体被草叶给系住了 然后他不忍心来伤害这个草叶 然后宁愿舍身而不犯戒 那弟子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然后刚刚听到师父有跟那个 袁敏师兄有开示的部分 大概有一些有提到这部分 那弟子在想要再更深入的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说 职戒 然后吃素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行为 那就是说那我们吃素嘛 那我们所有吃素的东西 基本上也都是由蔬果 或是一些杂粮来所构成 那基本上它也是植物啊 那就是说呢 草系比丘他不能草叶被伤 林月慈戒 然后就舍身哦 然后我们却来吃这个 杂粮或是蔬果呢 然后我想请问师父就是说呢 那佛陀来制定这个 沙叶的这个部分 那就是说我们弟子们 学佛的弟子们应该怎么样 来用正确的态度来看那个草系比丘 然后还有我们本身呢 要吃素 然后不犯杀戒这个部分 有一个更正确的一个观念 然后在两者之间 我们不会有一些疑惑这样子 然后请师父在慈悲盖世阿弥陀佛 好谢谢 这个就回到刚才讲的 就是草系比丘的故事是 佛陀的确有这样子的制定 就是我们是不要去伤害生草 不是因为它是命 是因为我们就是爱护这个环境 那如果说连五穀杂粮都不吃 那要吃什么呢 喝空气吗 好当然呢 如果你正到禅定 是可以不用吃 就是到这个出禅以上呢 就是禅月为时 发喜充满 你是不会需要依赖食物 那在这个食物的选择当中 我们现在在浴界 有浴界的报身 在浴界的报身当中呢 佛陀就讲 当你要选择续命的时候 你就是选择 比较不会伤害众生的一个饮食 这是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这是两相其害取其轻 不是表示说我们就理所当然说没有关系 因为有的人说 那吃素也是会有 这个没有 有虫啊有菜虫 那也会把这个虫都杀掉啊 那我们要撒农药啊 也是会死啊 死很多虫 那也是伤害 的确是如此啊 甚至于我们喝水啊 没有注意呢 里面也会有虫啊 开车啊 开车也会有很多虫 会死在车窗啊 那如果以这样子的方向来做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越小心越好 那刚才讲到出国以上的圣人啊 他基本上连杀的业跟缘都不会再有 那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可避免的时候 我们尽量选择 比较友善的方式来过 那也不要说矫枉过正之后 到最后就变成你都什么都不吃 那你就断食 这个也是可以啦 如果你真的有这种下定决心的话 像佛陀六年一麻一脉 他基本上呢 根本就没有在做这些饮食 那这个也是一种选择 那每一个人的选择啊 你自己就要去权衡 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那这边呢 补充一个报告就是 饮食习惯如果以素食来讲呢 其实是的确是比较环保 尤其是这几年环保意识抬头 我们要净零排探 所以现在呢 全世界还会很积极的在流行植物肉 那为什么 因为研究的结果 的确他是比较友善的 现代的肉类生产会大量来使用 谷物水跟能源 谷物浪费呢 全球40% 全美的产量70%的谷物 其实都是去养牛 养这些牲畜 然后水的污染呢 肥料和废水污染的水资源 其实就会很容易致癌 空气污染也是 三千万公顿的澡气 然后酸雨的产生 导致森林的死亡 助长全球温室效应 然后这个呢 是在讲说水资源的耗费也是如此 养一头牛的用水量 可以供一艘驱逐建福起 生产一磅肉 这就是需要2500加仑的水 然后等于一个月 一个家庭一个月的用水量 然后生产一磅牛肉的石油 等于生产40磅的大豆 然后制造肉类 加上运送牲畜的能源 等于制造运送穀物的10倍 所以如果以耗能 以环保来讲呢 的确呢 素食的选择是比较环保 就减少了很多植物的一个 这个资源 因为他这边就讲 同样的资源 我们可以养多少人 如果是种穀物吃五穀 大家通通都是 吃素的都是吃五穀杂粮的 那是可以养活100人 可以养活100人的 这个同样一块土地呢 拿来养牛 吃牛肉吃乳品 就只剩下可以养活30人 如果呢 是又要养鸡啊 吃鸡吃鸡蛋 就只能养12个人 同样的穀物呢 拿来养猪 然后我们再去吃猪肉 那就是只剩下可以养活8个人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知道 你看我们吃素是最省 因为如果同样一块土地 它长出来的五穀杂粮 我们每天都吃饱饱 可以养活100个人 那如果我们要这样子去看 这个整个生产力的话 的确是比较适合 而且比较环保 那我们就知道呢 大家来发心 能够呢一起发心 来让这个世界变得 可以不要这么多的粮食被浪费 那甚至于呢 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的这个粮食的不平均 就造成现在 有的地方呢 是粮食过剩 有的地方是完全没得吃 所以呢 要让这个世界啊 可以减少这些烦恼跟灾难 其实吃素是最简单 而且直接了当 我们要去拯救地球 是很没有办法 这么的有办法 没有这么好的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我们可以至少一天 在饮食当中少吃一点肉 那就会多一点拯救地球的发心 有的人会去认供 认养这个非洲孤儿啊 非洲难民啊 或者是要去捐助这些灾民 那与其这样子你就发心吃素 那有人说 这个我的身体不适合了 或者是很多的原因 素食不好吃 这些都是原因 你只要想想看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吃什么都好吃 那如果吃什么都好吃 那就选择吃素 如果你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就发心吃素 就是多一份功德 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呢 以上的简单回答了英童的问题 但是同时也是呼吁 大家一起来发心 因为这个地球的确 越来越难住了 环境的污染 全球都有这种意识 那我们佛教徒更是 已经在3000年前 都已经很先进了 就知道用这么好的方式 来爱护地球友善大地 好 以上 那师傅准备开始 那师傅准备开始 那师傅准备回答了 这次呢 这次呢 感谢观看